奇妙造物主 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大多数人买复活节的百合 通常是到集市或者是花店 挑上一盆 付钱即可 但你可曾想过这盆植物的出现 需要付出多少细枝入微的照顾和心思吗 你购买的这种花 它所具备的每一个特性 都是经过严密的分析 细心的赞培 特别的设计而来的 复活节百合 通常在花期是在夏末 因此将其开花的时机 控制在两周内 使人们在复活节的时候 乐意购买才是真正的难题 但更复杂的问题是 复活节并不是固定的日子 人们将过了春分第一个满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定为复活节 因此大致上会落在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 所以培育复活节百合是一项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工作 需要对每一个细节予以考虑 因此只有专业人士能胜任这样的工作 你所购买的这盆复活节百合花 凝聚着3到4年极其艰苦的计划与心血 头一批小小的百合林静 从母株上移除 种植于良田之中 一年之后 这些一岁的百合宝宝 再次被移植到另外一块田中 在这里接受一年的特别照顾 第二年结束后 成熟的植株再次被挖掘出来 新一轮移除百合林静的工作再次启动 成熟的种球则被运送至种植者的手上 它们将种球栽在花盆里 花费大量的时间照料这些棕色的林静 使它们在非常精准的温度 土壤水分 光线条件和光照周期中成长 以便能精确地捕捉那变幻莫测的两周花期 使其在鲜花市场上出现时 能够停停玉立 光焰照人 那些清洁没有玷污的 照顾需要帮助的 不染世俗的人 就像是世界顶级的复活节百合 都不可能偶然产生 但有上帝做我们的园钉 我们的帮助 我们纯洁无瑕的中宝 它能使我们像那百合一般 炫告我们创造主的荣耀 耶和华 请你尽情花时间 将我变为纯洁 无可止摘 我今日就沉浮 将顽固的心意交托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